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 鸡里咕噜 我们总是狠菜一年 却又很难定一年 它可能是父亲拌的猪肉大葱饺子馅 可能是外婆煮的那一口腊肉香肠 可能是那一串初冬的糖葫芦 也可能是人群中那一句 是温暖的灯火阑山 一句新年快乐 是对来年的期许 更是收获的长久期盼 但有一点从未改变 并深深刻入所有人的骨髓 只因为你在身边才是年 救护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